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准备要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11号前往北爱尔兰以及爱尔兰 进行四天的国事访问 参加北爱和平协议25周年纪念仪式 他不但在爱尔兰国会发表演说 随后还前往爱尔兰的家乡 展开寻根之旅 美国多位总统都是爱尔兰的后裔 包括了欧巴马 甘乃迪还有雷根 但是拜登最喜欢自己的绿色血统 也受到了当地热烈欢迎 此行拜登力挺英国首相苏纳克的温纱框架 温纱框架让北爱跟英国因为脱欧 有了海关边界 却也让北爱的青鹰派十分不满 史上最高领美国总统拜登 快闪北爱首富贝尔法斯特 证明80岁还是一伟国龙 他会见英国首相苏纳克 随后前往阿尔斯特大学 参加北爱和平协议25周年纪念活动 拜登当选总统后 首度造访英国统治的北爱 凸显当年美国在北爱和平扮演的关键角色 但由于英国退出欧盟 打破了微妙的政治平衡 北爱议会透过和平协议建立的权力分享制度 停摆了一年多 拜登展现外交手腕 希望为明年总统大选铺路 他在阿尔兰副总理马丁陪同下 前往祖先故居 劳斯郡知名旅游景点 卡林福德堡参观 当地餐酒馆业者 早就设计8盎司的大汉堡 希望搭上拜登的顺风车 创造商机 拜登高祖母的家乡邓多克 民众挥舞旗帜 夹到欢迎 拜登就像摇滚巨星一般 锁到这处都掀起旋风 拜登还像热情的民众敬礼 欢迎回家 总统 拜登是美国第二位天主教徒总统 也是第八位访问爱尔兰的美国在位总统 他的寻根之旅具有象征意义 拜登以爱尔兰血统自豪 在许多正式场合 最安引用诺贝尔文学奖会观诗人 谢莫斯基尼的名句 以展现不忘本的精神 拜登四天的旅程 拼外交也要慎重追远 爱尔兰小镇巴利纳 悬挂拜登的巨幅肖像 1851年 拜登的老祖宗 就是从这里移民美国 落地生根 拜登从德拉瓦发迹后 曾经两度回到巴利纳寻根 接回以总统身份衣紧还乡 远方亲戚都以他为荣 女士 怎么感觉到一个总统 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总统 他说什么 他只是吃了我们的鸡 干乃迪是第一位爱尔兰裔 信仰天主教的美国总统 拜登拥有同样背景 因而希望借此行 跟这位前辈建立感情上的连结 1960年代以来 除了福特跟川普 一任美国总统都自称 跟爱尔兰血脉相连 就连首位非裔总统奥巴马 也不例外 欧巴马2011年访问爱尔兰 也造访了祖先住过的小镇 当地高速公路旁边的欧巴马休息站 门口还有欧巴马跟妻子 秘血儿的雕像 成为热门的打卡景点 北爱和平协议签署 签署25周年 但英国脱欧的后遗症 造成北爱情势紧张 拜登到访前夕 当地独派人士发动示威游行 还抄警车丢汽油弹 警方甚至在附近墓园 发现管撞炸弹 北爱的天主教徒跟新教徒 因为民族认同更归属英国 异箭相左 爆发全面冲突 部分主张独立的爱尔兰人 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军 开始对英国发动恐怖攻击 那天晚上我们在妻子店 一车被爆炸了 外面击了性战士 北爱冲突长达30年 总计造成3600多人死亡 直到1998年4月10日 在美国斡旋下 伦敦跟杜柏林政府 以及北爱政党 签署了耶稣受难日协议 和平才露出了曙光 和平协议当年出生的婴儿 都被称为和平宝宝 一转眼都已经25岁 美国为了化解北爱冲突 长期扮演劝和促谈角色 拜登的和平寻根之旅 意义格外重大